非牛顿牛体 号称干柔并济 当他遇上捕术家会怎么样呢 当他放在火车铁轨上 被碾压过去又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捕术家拥有赤道脑壳力 啪的一下 就可以轻松把玻璃瓶装可乐狭暴 接着换非牛顿牛体上场时 从慢犯画面来看 非牛顿牛体当时就感觉挺突然的 一开始是抵抗住了 没想到捕术家不讲武德 居然是持续用力的 还有后面的慢速攻击 没反应过来的非牛顿牛体 扛不住伤害不断掉血 最终被捕术家给夹断了 在与捕术家的对决中 败下阵来的非牛顿牛体 遇到火车又会怎么样呢 先用这颗在老铁直播间 买的八星八件钻石来实验试试 当钻石放上去后 火车驶过的一瞬间 就把998的钻石碾压成了渣渣粉末 继续把古早老包间的落架手机放上去 手机瞬间就被碾压成了奥利奥饼干 最后王炸要上场了 用淀粉调配出乳白色液体 再贯转到学习用品店买的高级气球里 装满后寄紧 也起来盘脸下 气球的手感非常富适 接着将气球放到铁轨上 当火车驶过时 高级气球中的白色物质瞬间出现 爆开散射了一地 查看四周飞出去的碎片 也从固体变回了液体状态 原来虽说飞牛对牛体欲强则刚 但它也有物理极限 在被轮子碾压时 高级气球只有上下部分受力 两侧并没有碰到 受力不均就往四周爆烧开了 安全提示 本实验所用的火车是私人的 各位好孩子可不要模仿哦